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風和日麗的好天氣 我們這邊舉辦2015年的帆船遊艇系列活動 今天是開幕式 很高興在這邊有機會跟大家見面 這個時間多久? 這個時間是三個週末 連續的三個週末 那有各種的項目 那麼包括在灣區裡面 有所謂的這個帆船比賽 那甚至於呢 我們還跑到外海 繞這個小琉球一周 這個是帆船的方面 另外這個遊艇 也就是我現在做的這個地方 每一家的遊艇公司 就提供他們最豪華最漂亮的遊艇 給大家這個光閃 我們剛才也做了一趟 也覺得都很不錯 希望這個各位朋友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我們大鵬灣來遊玩 風和日麗啦齁 有個人怕曬太陽的話 晚上可不可以 或者是傍晚幾點 我在這邊再強調一下 這個曬太陽不要怕 因為我們這個是為了我們自己的健康 那還有一個就是 南部的天氣都是這個樣子 非常好 我個人是從北部來的 所以說我非常喜歡這邊 我回去以後我反而不習慣 所以說我都鼓勵我的朋友 同學家人 經常要下來 那這個是因為是剛剛好碰到這個活動 有我們這個有這些 這個各個業者來參加 平常的時間也歡迎大家來這邊玩 那我們的大鵬灣是一個這個非常優美的這個風景區 我們公司是大鵬灣國際開發股份有限公司 我們這個是在這邊負責這個 所有的開發項目以及營運 目前呢我們的遊衣期已經完成了 裡面有包括所謂的賽車廠 這個是國際認證的 也是台灣唯一的 全亞洲也是第八座 這個是相當的這個吸引人 所以說各位朋友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這邊參觀 甚至於親自下場來駕馭這些跑車 另外我們還有一個東方度假酒店 這個酒店呢是我們的東方飯店 一個系列的飯店之一 那裡面呢我們是設備有和風 也就是日式的和風 跟這個賽車場的這種氣氛 這個是飯店的一個設計 整個一個這個場域呢 我們是走南洋風 所以說很多朋友來這邊以後就說 我們可以不用出國了 我們就來這邊度假就可以了 花費還沒有那麼大 所以說我想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那除此以外我們還有我們的餐廳 那還有我們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是 Go Kart卡丁車場 這個卡丁車場也是全亞洲第一大的 1.2公里 那我們的車子呢都是從外國進口的 所以說很多朋友都喜歡來我們這邊玩 甚至也吸引了很多外國的朋友來這邊 我想這些東西呢都歡迎各位朋友隨時的光臨 那當然整個園區的面積非常的大 75公頃 我們還有其他的一些所謂的這個軍事遺跡 也就是當時是日本人在這邊一個軍事基地 那我們都給他整理的非常的 那個都開放嗎 都開放我們都整理好開放 所以說歡迎這些各位朋友來這邊參觀指教 那這邊有沒有清水的一個設施啊 我們清水設施以外 我們剛才現在這個鏡頭可能可以看到這個水域嘛 我們那邊還有所謂的游湖 那游湖的話可以開到這個澎灣跨海大橋下面 然後繞整個一個彎區 那彎區裡面還有一個特色就是柯柯島 所以說我們在安排這個行程的時候 我們可以安排朋友來這邊考柯 那還有青年朋友還是小朋友 我們另外還有所謂的水上的活動設施 他們可以滑獨木舟 可以滑這個天鵝船等等的 這些設施都有 所以說我們這個項目裡面非常的多 可以說是老少咸宜 動靜皆宜 整個的一年四季都適合來我們這邊玩 所以說非常歡迎各位隨時來給我們指教 那這邊游泳啊 游泳也可以啊 也是可以 這裡面就是海水了 這個就不是淡水 這個是直接在海水裡面游 也是可以游的 可以玩水上摩托車 也有 那我們除了這個園區以外 我們還有青州 就是在那個 鵬灣跨海大橋那邊 有個青州海水浴場 那那邊也可以標這個水上摩托車 也有沙灘車 所有沙灘上面的玩的這個項目 我們那邊都有 這個我們這個項目是非常的齊全 所以未來可能在這邊可以看到賽團 這個我們會漸漸的開放 甚至於剛才這個主持人問我說 白天以外是不是有晚上 我們也準備開放這個海上的這個遊湖 這個我們已經申請準了 目前都在籌備 這個也歡迎各位來 因為這個夜景也蠻漂亮的 所以說白天到晚上 都可以來我們這邊玩 謝謝各位 大家好 我想說明一下我們是 這個我們也是可以 英國品牌的 我們是來自英國的這個遊艇代理商 我們也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到大鵬灣 這真的是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今天天氣也真的是很舒服 所以來到這邊就有那種度假的感覺 這是真的是做這行我覺得最快樂的地方 一邊工作一邊度假的感覺 我們帶領這品牌 其實也是看準說 台灣現在慢慢懂 對於休閒娛樂的需求 不只是越來越廣 而且越來越走精緻化 我們也是希望說帶給一些比較 訴求 希望說走高級的精緻的客群 一個選擇的機會 所以我們來到這個地方 這是我們這次參加的一個活動 我們停在這邊大概只有兩天的時間 那接下來結束之後 船也會繼續停在這個地方 那去讓我們客人 我們的買主 在這邊也可以使用到船 這上總長是50尺 所以在市場上來講 這算是中小型的遊艇 但是對使用者來講 這是比較容易操控使用的一個尺寸 包括買主 他考個這個二等遊艇製造 他就自己可以開了 所以平常這些使用都相對來講很方便 要找柏位來講也都是很方便 那我認為這個尺寸大概是 蠻適合台灣的一個市場 目前的一個取向 那這條船配置的主機是 435匹的 其實可以到35階 那這個速度快其實就完 我不知道這邊 大風關這邊好像有速度的限制 那如果在外海的話 跑起來的話 那是很過癮的一件事情 跑起來是很舒服 很過癮的事情 那承載人員有沒有限制 我們在合定是15位 15位 所以這麼小的船 能帶到15位的其實也不容易 我們在 英國在這方面的設計 跟他的兼罩上面 他們非常注重安全 所以他們在這方面 這個整個的設計上面 可以能夠 達到最大的承載人數 那但是 是相當不錯的 15個人 整團就是進口嗎 對 整團全部原裝進口 35階喔 可以到35階 對 我們目前是沒有 就是以純粹 遊艇的銷售為主 對 但未來我們 其實也是整個佈局 包括我們會 可能會出現自己的 遊艇碼頭 有遊艇俱樂部 遊艇的管理公司 這就是我們未來 會走的一個方向 也在進行中 其實都在進行中 我們台灣的經濟 是一路在成長 絕對不是說 我們想像說 在遲滯中 沒有成長 可以從我們這個業界的發展 可以看得出來 剛才 這個總經理有講說 這個船 他們是從外國引進的 希望說走這個 高端的這個路線 剛才我們園區裡面 我介紹這個東方度假酒店 我們就是國際觀光旅館 全屏東也不過是三間 其他的兩間在墾丁 福華跟這個凱薩 第三間就是我們東方度假酒店 那我們希望說 我們也配合了國家的一個 經濟的一個成長 提供國人一個更好的一個 消費 一種享受 歡迎大家來 你說那個 酒店是坐落在賽車場旁邊嗎 我們的園區裡面 我們園區裡面有賽車場 有酒店 有卡丁車場 有海域活動 項目非常的多 是是非常豐富 甚至於歡迎主持人 進去先看一下 然後幫我們介紹介紹 好不好 感謝